国家掠夺器官的医师及律师作者2月底来台 参与卫生署所赞助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向台湾各界揭发中共强摘死刑犯 以及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的暴行 同时也协助台湾推动禁止境外非法器官移植旅游的立法 参与研讨会并发表论文的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 接受我们的专访 他表示相对于台湾法律界以及一界反活摘的重大人权创举 以及国会地方议会的关注 台湾的立法及执法必须迅速跟上 以保护台湾人民不要成为中共活摘的帮凶 台湾对于活摘器官的事情 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上的创举 与国家掠夺器官作者群 共同在卫生署赞助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 发表论文的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 接受专访时说 台北律师工会发布的 反对中共活摘声明 与近3000位台湾医师连数反活摘 已经让国际见证台湾人权创举 这一连串的 不管是医学界以及法律界 对于法轮功来讲 对于死刑犯还有良心犯 这些活摘器官恶行的谴责 以及要求立法和修法的举措 我们认为足以作为其他任何亚洲国家 以及任何世界上国家的一个先例 相较于民间创举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指出 台湾目前存在的是规范不足 及执法不利的问题 台湾的话是规范不足 第二个的话是执行不利 第三个的话是惩罚太轻 对于这种司法管辖上面 境外的这种非法的器官买卖 以及非法器官来源取得的话 这些个人病患来讲的话 也应该要有所谓惩罚 2006年 两位加拿大调查员 前加拿大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与大卫麦塔斯律师 首次来台揭露活摘 台湾卫生署曾表态 不鼓励民众到大陆移植 并出台行政命令 禁止医师仲介或转介病人 到器官来源不明地区移植 2013年 国家掠夺器官作者来台 再度揭罚中共恶行 卫生署医师处公开宣布 将对器官仲介转介人士 提高罚还 并考虑刑事处罚 草案送立院审理后 预计七八月份上路 我觉得台湾的卫生署 这一连串的一些正面的措施 再加上公开表态 希望在这一个会期当中 能够提出修法的一个规定 我们相信这跟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 以及台湾其他的一些 医界的团体 以及关心医学伦理违反 以及关心中国人权人士的 一个共同推动有关 朱律师表示 国际医学及法律专家 将陆续巡回亚洲各地 揭发中共火灾器官 并促使各国政府更积极推动立法 禁决海外病患 前往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 以免成为中共火灾器官帮凶 制止火灾器官的恶行 新唐人亚特电视政治新闻中心采访报道